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咱们这个强制推广 点完成的时候它就会跳转一个超链接 点完成 来来看一下 提交了以后你可以选择每一台设备绑经一个公众号 或者说是一台设备绑经多个公众号 然后图标能保持三个九十左右 然后 只要它的手机连着WiFi 然后就可以给它推送广告 这个广告可以是H5链接 可以是网站也可以是视频 推送完以后在首页显示一个图标 这个图标能保持三个九十左右 包括一点的话还会进你的链接里面 只要是手机亮屏 微信开不开这都没关系 都可以弹出来 这看你附近的网络 就是说 收集这种个人信息的话 那应当是经过用户的知情同意 告知用户收集个人信息的这个范围 还有实用的这个范围 那这一步就是说 如果说它没有告知用户的话 在第一本身是违规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如果它在收集 就第一步这个个人信息的时候 经过运户同意了 那么在收集之后 它又和其他的公司合作 然后定用出你的手机号码 那这种情况下 再给你再去把手机号码 实际上这个拨打呢 是一种营销行为 它也是未定用户同意的一种行为 那么这种就是涉嫌 其他用户的这种 叫生活安宁权